等会大姐 大姐一说上农村 大姐高兴 走啊拿包 大姐等会儿 等会儿咱先 那个是这样 你看我刚才跟你弟弟也说了 你说你这一辈子 小时候知识分子家庭 可以说家庭出生非常优越 然后这一辈子呢 也一直是在咱们的城市里生活 农村你去体验过生活 去玩过去体验过 但是你没真正在那生活过 真的能接受啊 那那个齐大哥 齐大哥家吧 反正那个他人挺能干的 人也挺好 但是家的皮皮皮的呀 实事儿我也能 我当时刚才说我懒伞吗 懒伞啊 我还点了一块儿 没有时间收拾屋 这个懒伞 啊 他埋去我也能收拾 咋样这个圈 这外边不能穿圈圈大哥 这咋穿圈啊 不离去喝酒呀 不到处有茶呀 也不适合他 不行啊 大哥 要么就上酒边那个 要么就把里边那个脱了穿衬衫也靠在里 也不在里吧 真的跟外头不行 这行吗 这太嘻哈了 不行 你去过多少次农村呀 去过两次嘛 一个是农啊 一个是德会 那这是你第三次来农村吧 啊 这辈子第三次来农村是吧 对啊 好洗脚啊 不用洗脚啊 不用洗脚啊 反正 那我相当有自信了 我陪他不几个来会儿 他长得老 反正他就是有点年约 不烦眼啊 我给自己打分打六十分吧 长相啊 嗯 那你给齐大哥打分呢 给他呀 打分三十分 一半啊 行 好咱们有点自信好 江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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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接受 這個 小蟲 那個 這個 豆角 它硬的 你不認識嗎 我們家院裡都種了 我都知道了 那你家院裡能種那個 開花那個 那是啥 那茄子 開花那個 那土豆 它說都是對的 那邊生菜 那邊生菜 生菜 都餓餓的 你不認識嗎 天天吃生菜 都餓餓的 那大葉那個呢 大葉呢不知道 好像熄火吧 那對 它說都是對的 大姐都認識了 對 都說對了 但是不重要 關鍵咱們來農村生活的話 這些東西咱得會種 會伺候它 你會幹這些 不會 不會 連放財物都不會 各大國做飯都不會 那你咋當農村 做菜也不會 那農村的生活 那怎麼忍呢 慢慢學 慢慢學 甭管會不會農村活 至少鄭大姐這樣的態度 讓齊大哥心裡挺熱乎 接下來啊 鄭大姐注意到了 齊大哥家的鴨子和大鵝 好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